就是再把這個表單打開來 要產生那個事件就點它兩下 點它兩下之後會跳出什麼 當B1就是這個按鈕被怎麼樣 被Click 當然這個地方你不需要再去修改它的事件 因為預設就Click 你不要沒事把它改成Double Click 也可以啦 不過你會發現點一下它不會理你 要點兩下才會理你 這樣的話使用者會覺得很奇怪 奇怪點一下沒反應 點兩下才有反應 這個設計也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我講過那個設計最好是符合人性的 你不要自己意想天開 除非你有一些機關 可能有一些隱藏功能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設計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不過前提大概一般性是這樣Click 那做兩件事 哪兩件事呢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計算標準體重 把標準體重呢 自動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我們的My1裡面 對My1裡面 那My1裡面它有一個屬性 上面的屬性叫Caption Caption預設裡面是空的 那我要動態丟一個標準體重進來的話 怎麼做 第二個就是說呢 如果我說我已經寫好一個什麼呢 標準體重有一個Function有沒有 Function名稱叫標準體重2好了 標準體重函數2 那其實我可不可以丟兩個東西給他 他給我最後的什麼呢 最後的標準就是最後的那個標準體重 直接就放到哪裡呢 就My1裡面不就好了 那懂我的意思吧 我就丟兩個東西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的身高是從什麼 MyB 我的性別是MyD 所以我就丟兩個東西給他 這兩個 MyB跟MyD 他給我一個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我在這邊 要傳給誰 傳給My 這個地方 傳給那個 MyE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打一個 MyE 點 點什麼 點Caption 那記得喔 那個標籤是Caption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東西是一個標準體重 那標準體重的函數在哪裡呢 在這邊 我就把這個 乾脆喔 直接這個 複製一下 因為我要用它 幫我算出標準體重 所以喔 我就把這個標 在函數裡面這個標準 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後面 刮虎一下 你會發現喔 他會問你兩個東西 身高 欸 特別注意喔 這個方選呢 不是只有在那個 插入函數可以用 在這邊也可以用 兩邊都可以 那你給他一個 身高在哪裡 剛剛不是在買什麼 買B對不對 買B裡面可能會填一個 那裡面的填的資料的話 就是點Tesle 記得喔 文字方塊是點Tesle 逗點 那他會問你說 那性別在哪裡 性別的話就是在什麼 買D 買D 點什麼 點Tesle 所以你會發現喔 點下去如果有跳出來 表示你沒打錯啦 空白鍵一下 後瓜糊 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 你把它執行 你這個時候 當然你要先填一些資料 性別也要填一下 這兩個有填之後 按確定看看 有沒有 出來了 OK 所以第一步就完成 也就是說 將來你 不是說只能夠在 插入函數用那個自定函數 在表單裡面一樣可以用自定函數 程序裡面也可以呼叫的到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步 我們已經產生了一個什麼 標準體重 那當然你可以把那個名字填上去 體重填上去 按下確定 那我要把它填到這裡面來的話 首先第一步我要先知道什麼 我的比如說從那個B2好了 Ctrl向下去知道說 最下面一列到底是哪一列 那我要填資料 勢必是在這一列 怎樣 再加1 對不對 所以呢我填的這個 那我可以先取得它 放到一個變數叫R 把R再加1 或者把最後那個加1 加1之後再丟給R 也就是R一定是第八 那再來的話Sales 我用Sales物件 然後呢 列的話用R R列 B欄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姓名 就把姓名放到這邊來 然後C欄就放升高 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就放過來 所以程序怎麼寫 那我寫字給各位看一下 第二個就是 一樣把這個按鈕點兩下 回到這邊 第一個 R 這邊打個R R的變數等於什麼 用Range 部件 然後去找那個B2好了 用B2去偵測 點End 去抓一下就是說呢 它的最下面 一列是哪一列 但是要把它加1 你不加1